有人问,其实玄学除了算命和风水之外,还有什么东西是属于玄学的范畴呢? 玄学正式来讲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学习老子、庄子、易经中的哲学思想 而玄学家是指对这三本古籍有研究的学者,并不是现今所指的算命先生和风水师傅 现在所讲的玄学应该是指以前流下来,给我们的误述、山、明、博、易、上这五个范畴